各位台灣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入學服務處 負責台灣學生事務的曲曲姐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你們一定會擔心到國安年初會不會有威脅 孩子們不用怕 台灣防疫No.1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防疫措施有哪些吧 第一 戴口罩 戴口罩在台灣已經是全民律動了 無論是進出公共場所或是搭乘大眾運輸 甚至在校園內、教室內 口罩都是必備的啦 第二 量體溫 有沒有發燒也是判斷是否感染肺的一個重要指標 因此在公共場所內像是百貨公司、餐廳等等 一定要先在外面量滿體溫 確認沒有發燒後才可以通行 先前在我們長榮大學的校園內 各個大樓都設有體溫量測站 是由學校的教職員工幫寄出的人員量體溫 現在因為疫情比較虛緩的關係 停歇將這項措施取消了 但大家不用擔心 學校還是備有防疫物資像是耳溫槍、酒精等等 如果有需要的人還是可以使用喔 因此校園內的防疫是不用擔心的啦 第三 保持社交距離 肺炎的傳染呢 常常會因為近距離的接觸或者是飛沫傳染 那為了避免群聚感染呢 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制定出了社交距離的規定 人與人之間呢 均保持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的距離 在需要排隊的空間內呢 也會在地上表示出安全距離 隨時提醒著大家要保持距離飲測安全喔 再來呢 大家一定會非常關心9月份的新生入學時程 因為目前各國的防疫措施不同 台灣的政府呢 也還在試狀況 研理出關於入境的開放 等時間更接近的時候 我們也會公告相關 時間讓大家知道喔 以上呢就是 台灣的防疫新生活運動 因為呢 所有人的配合呢 才會讓目前疫情的控制狀況非常良好 所以呢 到台灣來的出 絕對不用擔心 只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搭配我們的新生活運動 台灣一定是一個安心就學跟安全的生活環境 要知道更多有關入學的資訊嗎 我們入學服務處也有粉專跟IG喔 大家還沒追蹤的趕快追起來 如果有其他問題呢 也可以在上面提問 會有專業的邊邊回答你們喔 常務大學歡迎大家來喔